Hello 各位品观点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心理师聊心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苏雨昕 最近在我的整间有越来越多的个案跑来问我说 心理师 我最近真的觉得脾气越来越暴躁 然后每天都很容易生气 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是得了躁郁症 今天我们就要来帮大家破除 对于躁郁症这三个字的迷思 千万不要再拿来滥用了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滥用说 你让我这么生气 我都快要得躁郁症了 得躁郁症并没有这么简单好吗 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新闻上杀人啊砍人啊 打车啊群殴 我们就会说他应该是有躁郁症 其实也不是哟 所以躁郁症是一个相当相当特别 然后呢 他的耗发率其实也算是蛮低的一种身心疾病哦 可是一旦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就非常需要我们整个团体 整个社会一起去支持跟了解他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从 躁郁症耗发的原因 以及躁郁症的症状 最后讨论到如何治疗跟应对躁郁症 我们今天就来开始了解躁郁症吧 好首先呢很多人会觉得躁郁症的起因 是来自于个人的状态非常的脆弱 其实这真的需要我们好好的来跟大家重新说明一下 躁郁症的起因非常的复杂 它包含基因的遗传 脑部结构功能的异常 里面神经的这个传导物质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 以及社会家庭的影响 包含他最近遇到了哪些严重的事情等等 这些综合起来 我们才有可能去引发一个人的躁郁症 所以反过来说好了 与其我们去分析 这个人为什么会得躁郁症 我为什么会得躁郁症 我们不如来分析 那我为什么不会得躁郁症 这个分析就简单了 那是因为你我很幸运 大家有感受到吗 刚刚要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因素 综合起来才会引发这样的一个病症 而只要这个时候就算我们过得再苦 身边有一个人给予我们支持 鼓励甚至关爱 我们就有可能会不发病 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开始就先邀请大家 我们好好的拍拍自己的心 告诉自己 哇我真的要好好珍惜我这样的幸运 并且把我这样的幸运 分享给也许需要更多幸运的朋友 所以下次遇到躁郁症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再随便为他贴标签 什么太脆弱啊不知足啊 完全跟这些没有关联了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引发的一个疾病了 再来我们来看躁郁症的症状 其实躁郁症的正式名称蛮长的哦 它叫做双向情绪障碍症 英文叫做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那所谓的双向就是有两面的意思 对不对 指的就是说病人的情绪会在躁跟欲两个阶段来来回回 甚至一辈子可能都是比较高低起伏的 那我们看过最严重的就是一天之内 他又躁又愈 这个是比较极端的状态 通常啦一个比较常见的躁郁症患者 会是一段时间可能一两个礼拜都在躁期 然后接下来就一两个礼拜便在预期 这样子的一个来回的现象 那躁期我也跟大家介绍 有狂躁跟轻躁就是程度的不同 狂躁听起来就是更严重 对不对 轻躁呢就是比较一点点 甚至有一些终生轻躁的朋友 你甚至会觉得他好有自信 不用睡觉 然后呢每天只要睡一点点 创造力又高 然后呢耐力又强 然后能力又好 甚至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格特质 那当然如果他超过一个程度变成狂躁 就会影响我们的舒适程度了 那狂躁的朋友呢 或者是有些轻躁的朋友 他会出现一些特别的现象 就像我刚说的三天不睡觉 你也精力旺盛一点都不觉得累哦 然后你会一直想讲话 滔滔不绝 甚至你讲话的语速又快又大声 然后内在也会感觉自我感非常的膨胀 你会觉得哇 我真的超强的 我真的超厉害的 我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我可以做到各种我想要做到的事 完全不会有困难 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比如说造正一发作 完全没有政治家世背景的人就说 我一定可以选上当总统 没问题 类似有比较天马行空夸张的想法 那跳跃式的念头 跳来跳去 上一秒我还在想中午要吃便当 下一秒我就想到 那去海边我要去海边游泳 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他会把它连在一起 接着呢 他容易分心 专注力比较低 以及会乱买东西 乱投资 有一些冲动的行为 甚至有一些造正发作的朋友会觉得 我真是魅力超群 你们应该都爱我吧 然后呢就会发生一些 譬如说很随意的性行为等等 那当然如果他造正结束之后 他也会开始非常后悔 像我真的听过一个案例就是 他在造正发作的时候 刷卡买了三间房子 然后其实他根本没有办法付得起 所以呢他醒来之后就要想尽办法去解决 他床下的这一个烂摊子 造成他生活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OK 讲完这个造起的状况呢 其实啊我们刚刚说像很多清造 或者是没有到这么严重的伙伴都会告诉我说 心理师我一点都不想治疗 你知道造的感觉有多美好吗 非常的开心 所以啊通常让遭遇症的朋友来治疗的关键因素 就是预期的出现 预呢就跟我们平常了解到的 忧郁重遇啊是一样的意思 你会感觉到心情低落 情绪非常的悲苦 那原本感兴趣的事情通通都没了兴趣 我原本喜欢吃的东西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或者甚至会大吃大喝根本食不知味 但是就想要往里头塞 或者睡眠会睡得非常多 或者是完全的失眠 像有一些终于的个案他就会追剧 追了好像48小时吧 都已经满眼血丝 然后非常非常的痛苦 可是他就是睡不着 可是呢他也起不了床 就整个人呈现非常无精打采 活力降低的状态 然后他会变得非常的缓慢啦 他想法变得悲观至极 而且充满了罪恶的想法 比如说我好像活在这世界上 就是给大家添麻烦的 到最后当然会出现 想要自杀轻生这种比较极端的念头 这就是育症的一些症状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造育症的人的人生 就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一直七七伏伏 好像永远不得安宁 那这个状态是非常 不适合生存的感觉 可以感受得出来吗 因为如果你想做一个 朝九晚五的工作 或者是和人相处 想要约见面 你可能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 身心状态才能做到这件事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谈谈 那如果我发现 真的耶我有一些这样的症状 那我去看医生 千万不要自己确诊 我去看医生之后 医生也告诉我 没错你得的是躁郁症 那我们会开始经历 什么样的治疗呢 第一部分当然就是 生理性的治疗 我们其实对于 躁郁症的治疗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年的研究了 最常见的就是离炎 它是平衡我们脑内的一个状况 以及还有抗癫症药物啊 抗忧郁药物啊 抗精神疾病药物这些 都是帮助我们平衡 脑内的这些神经传导物质 让你的心情跟生理 先恢复这个缓和平缓的状态 你其他的生活工作才可以开始照常运行 你也会慢慢的感觉平衡很多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进行心理部分 例如说心理资商的一个介入 去了解会让你触发的因子有哪些 像很多朋友就发现说 让他第一次发病之前 其实他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失恋 或者是他经历了一段生活经济拮据 非常非常困顿的经验等等 我们去看见原来 比如说生活中的压力啦 焦虑啦 对自我的厌恶啦等等 可能会是他的触发因子 所以在心理资商中 我们就会去探讨 怎么样去因应这些 未来随时都有可能来的人生暴风雨 我们来加强心理的韧性 让你在面对这些 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来的 这些悲剧也好啦 痛苦也好 其实我们人是很有力量 去应对与之和平共处的 甚至这些痛苦的事不一定要消失 我们都有办法跟他共处 这就是我们在心理资商中 做的一些治疗 跟一些处狱 好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跟这个个案 去厘清他的生活中 有没有一些让他支持 他的生活中 有没有支持他的社会系统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很多人对于躁郁症 有很多污名化的想法 觉得他可能是罪犯啊 哇他这么生气 他会不会杀人啊 跟各位讲一个研究报道 就是我们精神疾病的犯罪率 跟非精神疾病的人 没有精神疾病的人的犯罪率 是差不多的 各位所以呢我真的要帮大家证明一下 不是精神疾病患者就容易犯罪 没有没有没有 犯罪是个人的选择 是吧 我们永远都可以选择善良 所以呢很多时候 反而是身边的支持够了 我们也比较能够倾向选择善良 因为我们知道有人在等我 有人在爱我 所以呢旁边的这些家人 我们也会一起来进行卫教 帮助大家了解什么是躁郁症 怎么样跟躁郁症的患者 相处在一起 那他的情绪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应对 当然身边的照顾者 也要学习如何保护自己 照顾自己 OK今天稍微简单的介绍了 这个很特别的病症叫做躁郁症 因为接下来三月要到了 我们俗称三月桃花颠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桃花颠呢 其实就是我们古代人称躁郁症 发作的一个传统的说法 所以接下来如果你发现 情绪开始变得很波动 先不要这么紧张 我们刚刚把征兆都说出来了 你要符合至少躁跟郁都四五个以上 维持两周以上都有这些症状 才可以稍微判断可能有躁郁症的倾向 那最准确的还是找到心理师 找到医师来帮助你解除心理的疑惑咯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心理师聊心事节目见 未经许 sympa 呼吸取心理时 Write